为了活化花莲渔港的向日广场 除了在28号举办 东碧冬季海青西系 花莲好生活联合展览开幕活动之外 29号上午也举办了 海卫嗨卫的开幕活动 现场邀请到了花莲在地的12位厨师 带来了融合海产的美味 海卫嗨卫开幕活动 29日上午在向日广场前举办 承办单位号召海青应援团 除了争设海味市集 还集结12位花莲职人 端出12道使用在地鱼或何食材的美味创意佳肴 将各自擅长的料理 透过不同的方式一一呈现 包含龙哥斯特 夯爸 金蛋糕 三好海产 巴勒一号 蚊章羊肉炉 利川渔场 黑金通 明师傅 美轮海鲜 潘朵拉的盒子手作工坊 以及大港口满一号 许多的食材在这三根海之间 然后还有花莲这边的多元文化 其实是非常精彩跟丰富的这样 然后今天献上了这一桌风土佳肴 来给这个向日渔港的向日广场做开场 然后也为台湾的海洋文化做开端 期许未来呢 我们可以靠着中央山脉当靠山 我们可以面向太平洋的观光 团结努力 乘风破浪 为我们台湾 自己的台湾人创造 处于台湾的海洋文化 大家都知道 多罗满长期都在经营 海洋教育 海洋文化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在这样子一个摊目仪式 我们想把海洋的味道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些什么东西 我们很感谢有24个摊商 全部都是强调 无数海洋环境的 不管是文庄类的手作的东西 或者是它的饮食点心 甚至于我们邀请了几个很特别的伙伴 第一间这个是NGO的房间 强调环境永续是我们的职任 所以第一间会有黑草海洋教肌经会 中华海豚协会 以及我们的野鸟协会 承办人多罗满赏金总经理吕世民表示 此次市集感谢24个摊商加入 坚持零废弃 无塑料 友善海洋 此盼传达环境永续的精神 也希望此基地未来能结合旅游 厨艺 文创 教育 环教等 让青年愿意返乡 一起共创花莲美好未来 记得讲 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测转双小 导萝丝丝 五孙金 izi旧的换赞订阅